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北京时间4月6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太阳主场迎战胡仁 实际上胡仁在开局包括第一节绝大多数时间 打得都非常好 霍华德的造杀伤能力 浓眉拦下强攻效率 包括布拉德利 文克 没少连续命中三分球 让人眼前一亮 实话实说 在面对霍华德和戴维斯双高内线的情况下 艾顿真的有些吃力 而且克劳德身高不够 胡仁完全可以一直利用内线优势做文章 但是很明显 除了蒙克 其他人基本上找不到戴维斯和霍华德 沃格尔为戴维斯设计战术了吗 或者说利用霍华德的倒差 胡仁能不能打出一些配合出来 今天微少手感确实不错 无论是甘把三分 还是冲击来下早杀伤 胡仁在第二节包括第三节 几乎只剩下微少自己在坚持 但是这种打法真的非常狼狈 龙梅跟着折返跑 蒙克得不到球权 一盘散沙而已 第三节当太阳短短6分钟打出一波21-9的高潮时 胡仁就已经崩盘了 保罗带队还没有使出全力 仅仅是让艾顿和布克打开手感而已 当然太阳今天实力有所保留 用熟悉太阳对消息人士的话说 也许龙梅的嘲讽只能给太阳球员增加一点点动力 太阳根本就不用火力全开 布克的单打 包括挡拆后的干瓦三分 胡仁真的限制不住 去年季后赛 胡仁就是被布克给打崩的 保罗和艾顿的空间 胡仁两个内线 戴维斯直接不往内线去 霍华德一被挡拆就甩开 胡仁内线一个人没有 我就感觉胡仁现在没有战术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团队凝聚力 太阳就抓一顿挡拆 霍华德是被重点针对的对象 这种情况下 戴维斯完全不管自己的球队内线防守 这么打不就相当于提前放弃了吗 而在霍华德不在场那段时间 戴维斯更顶不住内线防守 不可随随便便上了 布里奇斯的暴扣 以至于老瞻在第三阶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提前返回更衣室 而到第四阶 老瞻再度回来 也许他会更衣室室处理伤帝 和之前微少祸化的戴维斯相比 当戴维斯回来后 胡仁角色球员之前的斗志又没了 对于胡仁队球员以及管理层来讲 本赛季是一个极其让人失望的赛季 同时也正明了上赛季结束之后 胡仁队的交易是失败的 但是目前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休赛期 而今年夏天的交易选择 将会直接影响下个赛季胡仁队的竞争力 所以胡仁队管理层依旧是要向前看的 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胡仁队休赛期有大量球员合同将要完全到期 成为自由球员 包括像安东尼 萌克这种短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 胡仁队在休赛期势必会完成人员大清洗 以目前来看有四名球员的离队已经让是摆上钉钉了 这四个人分别是贝斯莫尔 爱宁顿 霍华德 以及阿灵扎 这四个人在今年休赛期 他们将会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胡仁队没有理由再与他们完成续约了 首先贝斯莫尔在本赛季初期的时候 就已经被沃格尔弃用 而阿灵扎以及爱宁顿 现在已经完全跟不上场上的节奏 至于霍华德本赛季虽然在比赛当中表现非常不错 但是胡仁队管理层却并不信任他 并没有给到他大量的上场时间 霍华德本赛季在胡仁队过得并不快了 况且他也与戴维斯在场下出现过摩擦 所以似乎这只胡仁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他个人可能也更希望加盟到其他球队 能够获得更加充足的机会 除了这四个人之外 其他球员也很有可能会离开胡仁队 包括安东尼以及李夫斯 安东尼虽然今年在进攻端的表现非常不错 但是在防守端他已经无法承担太重要的作用了 如果下赛季胡仁队主要强调防守的话 那么安东尼也不适合继续留在胡仁队 而李夫斯他也很有可能被清理 李夫斯虽然在场上敢打敢拼 非常努力 但是他自身的软肋还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球队在进攻的时候都会非常具针对性的 对他这一点进行单打 况且他的三分球也并不出色 本赛季只有30%的命中率 他下赛季是球队选项 胡仁队有权力决定他的去留 不知道球迷们认为胡仁队在休赛期 应该怎样交易才更合理 欢迎评论区各输几件 关于胡仁球课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课带大家看看蓝网的消息 西地报销 蓝网签约防守汉奖 单场16助攻后卫助阿渡决胜附加赛 近日 蓝网主教练史蒂夫 纳什接受采访 谈到了本 西蒙斯 纳什表示 西蒙斯将缺席本赛季的附加赛比赛 纳什说 西蒙斯目前只能做轻量训练 我们不打算让他在跳过三次高强度训练的情况下 直接出场 这也意味着在季后赛开始前 蓝网三巨头将没有时间进行抹合 如果打进季后赛 西蒙斯也未必会出战 球队不一定会愿意在他身上堵住输赢 最近六场比赛 蓝网输了其中的四场 他们的战绩也因为掉到了东部第10的位置 锁定了本赛季的附加赛名额 蓝网现在的状态就是第一节一上来火力全开 杜兰特打满 球队大概率领先 第二节杜兰特卸5-6分钟回来 这时候领先已经有点被踩实了 杜兰特火力续上 能保持领先或者拉平 第三节杜兰特打满 这时候手感已经有点下滑了 但依旧比较高效 大概率能保持优势或是不被拉开更大 第四节前几场杜兰特还能卸2-3分钟 最近势头不好 杜兰特直接继续打 可是前面消耗太大 宁中率跟不上了 最后遗憾落败 所以因为风险资源太差 杜兰特稳定一场能蓄的也就第二节5分钟 而结果就是如果队友持续拉垮导致杜兰特消耗太大 即使撑到最后也拿不下比赛 再加上欧文进来的状态持续低迷 当杜兰特不在场时 球队没有一个稳定的得分点 在防守端更是力不从心 这样的蓝王想要紧靠杜兰特的力棍单打 来获得胜利 一两场可以 但是到了季后赛防守强度上来 阿杜被包夹以后 球队很难挺过一轮 在雷霆的时候 虽然微少效率不高 但好歹能处理球处理出三双 配上杜兰特也能进总决赛 在勇士也有库里和追梦处理球 杜兰特安心单打就行了 上赛季蓝王哈登也能高效25加10 明显哈登拉垮后 杜兰特轮三四十分也没赢 本赛季哈登走后 最能处理球的就是欧文和德拉基奇 但是他们的能力明显有限 兜兜转转还是的欧文或者杜兰特硬件 板凳上的西蒙斯付出后状态估计也不咋的 所以随着西蒙斯的缺席 南王大概率会在赛季结束前 补强一位后卫组织球员 据悉 南王有意为约瑟 阿尔瓦拉多 习工一份十天的短薪合约 阿尔瓦拉多作为防守性的后卫 他的抢断能力突出 同时速度飞快 经常得到教练的称赞和队友的认可 在进攻端 他的投篮能力一般 终结能力也不是很强 但是组织端颇有心得 曾经单场能够送出16级助攻 南王现在的阵容有限 打法非常简单 那时经验少 所以多数情况需要球员自己在场上发挥 尤其是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 双方比分胶着的时候 通常只能通过杜兰特的单打来结束 但是单打的命中力无法得到保证 进不进都是一面之间 如果能得到阿尔瓦拉多的加盟 南王的进攻手段将会增加 打球效率也会有所提升 对于球队冲击季后赛有非常大的帮助